敬榮節 今天很高興在美麗華 這裡胡森老師的場子 有那個 古秀琴薩游的唱片發表會 天運樂團的 兄弟姊妹們 都紛紛的來這裡 來這裡支持 來這裡演出 你看 這裡台北的 那個 台北的 的人 都很熱情來聽音樂 現在是胡森老師在講話的 今天今天天氣 天運樂團 讚讚讚 今天來自四年八方 有的從南部來的 有從東部來西部都有 主要的目的都來幹嘛 知道嗎 為古秀琴加油 加油 各位 好 謝謝 謝謝 我還是要講一下來龍去脈 之所以會有今天 就是古秀琴 大家都知道所認識的古秀琴 我們在去年 我收了他為學生 也是在我們這裡的粉絲 見證下 我收他為 加入我們深愛樂團 他自己非常的辛苦 十幾年前 而且呢 他是 他先生 已經先走了 有了一筆很大的債務 給他一千多萬 不是一筆財產 不是 不是 我是講真的 然後他又帶你四個小孩子 還有養育 養育四個小孩子 然後呢 他一天要做四份的工作 早上三點就要 每天都要三點起來 然後呢 去幫他打掃 就是清潔工作 四點送牛奶 五點送豹子 然後再到內湖分區 才去當服務人員 他每天十幾年來 十幾年來都是這樣 那去年跟我學之後呢 有一天他為了去參加 他父親的一個告別式 他覺得說我帶四個孩子 不要開車 開車太危險了 選擇最安全的 普悠馬號 十月二十一號 就中了 就是他坐第三間車廂 脊椎是嚴重的擠壓 那已經開過一次刀 還要開一次 所以我就連忙說 趕快我沒有得發 因為我們區裡 也在這個地方幫他募款 醫藥費 因為台鐵的態度是 你先去看病 先付之後呢 再來申請 是這種 萬一我在想 萬一大家沒有錢 是不是應該是 所以呢 我就在這個地方 尋求大家的支持 我們在這個地方 不管是我們里外 幫他募了一二十萬 然後呢 之後呢 他的一些工作 都沒有辦法勝任 他現在表演 還有一個支架 樂器 他現在還弄個腹 還有脊椎的問題 我就想個方式 如果 以及說 每一次幫他募款 幫他去找錢 太辛苦了 能養活都不是長久之計 我覺得說 給他一個好的工具 你說當雞頭藝人 真吃不飽 怎麼養活 不要說養兒女 他自己的養活 我自己 我在想說 幫他錄一張唱片 錄一張唱片 因為錄專題是我的專場 作曲 編曲 這些 跟製作人 至少閃到一半 我剛剛講過 那是我的專場 所以呢我說 利用這種方式 你說錄一張專題 會賺錢嗎 現在 我敢講 不管是 終結論也好 往消禁也好 沒有一個在賺錢 那個是保持他們一個 續航力 一個能見度 那為什麼還要錄呢 我要的是 好 好 好